警方早前鎖定一個利用Telegram頻道 招攬本地少女的賣淫集團 發現有人在尖沙咀一間高級酒店 遭用長期房間 被嫖客及妓女交易之用 派出臥底探員、搜證及調查後 警方星期三拘捕四男一女 消息指其中一個人 是沙田文政事務在理專員林芳達 警方兩日後交代案情 確認其中一名姓林的被捕人 是民政事務處的公務員 暫時未確定他有什麼得益 以及與工作是否有衝突 姓林那個男子是暫時獲章保釋的 我也留意到在報章都有提過他 可能是因為換職分 所以就不知道集團是用來做賣淫活動的 而租間房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現在調查的 我們還未正式清楚知道 這名被捕人士和集團之間的關係 這是我們重點負責之一 消息指林芳達幫賣淫集團 租酒店房至少一個月 他和另外被捕的四人 涉嫌控制他人賣淫 以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 容許處所經營作賣淫活動等罪名 當中兩名主佬分別是30歲姓廖的女人 和43歲姓黃的男人 利用Telegram招攬本地女子賣淫 並且以高質OL、空姐等招來嫖客 由於這個集團的女主佬 由於以前的職業關係 所以都認識不少女子 可以這麼說 他們在他現在名下 他們前後都有幾十名的女子 是曾經幫過這名女主佬工作的 至於賣相方面 暫時我們調查所得 至少有三成是會給那個集團主佬 每一個賣淫的女子都是不同的價錢 視乎質素 我們如果看Telegram的告白都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這群由於推廣高質 所以他們非常貴 每一次都起碼五千至一萬 剩下兩名被捕人士 是27歲姓張的模特兒 和41歲姓歐的裝修工人 分別協助集團安排嫖客 和收取犯罪得益 寫在更加kie ymptog 頂 figure 楊 楊